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呢,星星继续为大家带来电子梦的第五集,虚实人生 这一集的故事呢,讲述的是一个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故事 影片为我们搭载了两个不同年代的世界 我们的主人公呢,就在这两个世界来回穿越 那最后的结果会如何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片 影片起始于一个科幻感满满的未来世界 全息投影已经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出去吃饭,只需要用语音召唤出全息屏 然后就可以轻松结账了 交通工具呢,已经从地上跑的汽车变成了自动驾驶的飞车 我们的女主角莎拉是未来世界的一名警员 最近她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案子 一位叫柯林的罪犯在大街上枪击了数名无辜群众 之后逃之夭夭 正巧莎拉当时就在现场,目睹了这一惨状 从那之后,莎拉的神经就一直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复 女伴卡特见莎拉情绪躁动,给她带回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是一个只有扭扣大小的模拟器,使用者只需要将模拟器贴在太阳穴上面 就能够进入到虚拟世界里头 这个虚拟世界呢,不是预先设定好的 而是根据用户的潜意识实时生成 通俗的讲究是,戴上这个模拟器就可以立即开始做梦了 莎拉起动模拟器之后就进入了虚拟世界 她在这个世界的身份是一个名叫乔治的男人 从昏迷中醒来的乔治仍然处于断片状态 她和手下克里斯正在一处工厂中寻找匪徒科林 不料两人走出没多远就被科林手下带了个正兆 科林打算截断乔治手指 这时乔治却潜力爆发,赶翻了一票小弟 不过科林最后还是成功逃走 乔治打算开车回家 却发现这个世界的汽车还是手动驾驶的老爷车 一旁的克里斯见乔治不在状态将他送回了家中 乔治的行李医生宝拉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治疗 在宝拉的提醒下 乔治渐渐想起来自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有着几十亿的资产 但是关于过去的更多细节,乔治却记不太清了 为了帮助乔治放松 克里斯给他带来了一个自家生产的脑机接口 这个脑机接口能够让乔治进入虚拟世界 乔治启动脑机接口之后 发现自己变回了莎拉的模样 回到了未来世界 从这个地方开始 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其实就已经开始混淆了 从虚拟世界回来后 莎拉开始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她不仅记得虚拟世界里发生过的一切 甚至还拥有了乔治的记忆 而现实世界里的一切反而让她觉得虚假 以前最爱的薯条 现在吃起来却感觉没了味道 警局那边也发来警讯 柯林居然大意的出现在监控之中 这让莎拉有些难以置信 她和同事来到警讯中通报的地点 发现这里居然就是之前在虚拟世界中醒来的地方 柯林和一群犯罪团伙正在密谋着恐怖活动 同事发现园区没有信号 跑去外面发送信息 莎拉留在园区继续监视 不料却被常在暗处的小弟发现 莎拉赶紧逃跑 然而却被一个小弟从后头扔出电子武器 挤晕了过去 昏迷之后 莎拉发现自己再次来到了虚拟世界 她的身份也重新变回了乔治 警察正在对她近期的行动进行问话 根据警方掌握到的线索 乔治似乎扮演着蝙蝠侠的角色 在案中私自打击罪犯 那么乔治为什么要私自执法呢 很快她就想起来妻子被歹徒杀害的往事 乔治回家之后疑惑地询问宝拉 为什么她会忘记妻子 宝拉告诉她 应该是她的潜意识在保护她不受创伤记忆的伤害 而且妻子出事之后 乔治就让人拿走了所有和妻子相关的物品 所以乔治才会逐渐淡忘妻子 不过呢 宝拉的手机上恰巧还存有亡妻的照片 乔治看过照片后却发现 照片上的人居然就是另一个世界中的女伴 而且两人的名字都叫凯特 乔治向宝拉讲述了她在另一个世界中 也就是莎拉的生活 宝拉却告诉她 那只是脑机接口带来的幻觉 临走之前宝拉还盯住乔治 不要再进入虚拟现实 然而宝拉刚走 乔治就带上了脑机接口 而她也再次变回了莎拉 醒来的莎拉发现自己被送进了医院 原来那晚被歹徒击中之后 警方的支援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柯林最后也被成功抓住 莎拉苏醒后回到了家中 她向凯特讲述了两个世界间的怪事 两个世界中自己都在寻找柯林 都有着同样的爱人凯特 唯一不同的是 莎拉对乔治的世界记得更清晰 而乔治对莎拉的世界只有模糊的记忆 凯特在一旁说道 这就足以证明 现在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不过呢 莎拉却觉得现在的世界过于完美 反而更像是幻想出来的世界 凯特在一旁向莎拉解释 或许正是因为莎拉一直沉浸在 柯林屠杀案的愧疚情绪中 所以她才会陷入到一个 备受折磨的虚拟世界 为了防止莎拉继续滑向虚拟世界 凯特打算隔天带莎拉去医院 清除模拟器带来的影响 然而就在凯特睡着之后 莎拉却再次带上模拟器 进入了乔治的世界 很快 乔治就在这个世界 找到了莎拉长去的密切尔餐厅 看老板的样子 她应该是这儿的常客 乔治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 想起了关于莎拉的一切 她开始相信 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于是她回到家中 打算回到莎拉的世界 此时 宝拉却出现在乔治家中 她将乔治的脑机接口藏了起来 还告诉她 莎拉的世界只是乔治的幻想 在乔治的强烈要求下 宝拉只好将脑机接口拿了出来 但是 她还是忍不住 哀求乔治不要回去 原来在妻子过世后 宝拉和乔治之间 也曾有过一段故事 眼看乔治就要离她而去 宝拉只好给她讲出了 完整版的过去 原来 乔治曾经为国安局 开发过一款解密软件 这款软件强大到 甚至可以黑进 整个美国情报界 犯罪头 穆克林得知这个消息后 便劫持了乔治的妻子 想以此为要挟 逼迫乔治交出软件 乔治甚至其中的厉害关系 没有乖乖听话 最后 妻子被克林残忍杀害 也正是从那时起 乔治开始开发 可以进入虚拟现实的脑机接口 听完宝拉的话后 乔治更加分不清 两个世界的真假 宝拉让她自己去选择 到底是妻子被残忍杀害的 悲惨生活 更可能为真 还是坐拥娇妻的完美生活 更可能为真 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之后 乔治最终选择了 这个更悲惨的世界 然而呢 就在乔治一脚踩碎脑机接口后 画面却跳转到了未来世界 莎拉被凯特送去了医院 只不过此时的她 已经成为了植物人 再也无法醒来 一旁的同事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莎拉会选择 更悲惨的人生呢 凯特回答说 因为莎拉觉得自己有罪 需要被惩罚 影片到这里便结束了 这个结尾呢 很明显是隐晦的批判了 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影片中的莎拉 正是因为原罪情节的困扰 而选择了一种 受罚的人生 不过呢 相比起影片的宗教含义 更让人着迷和深思的 还是片中 关于两个世界的设定 这部影片改编自 菲利普迪克的原著小说 展览品 原著的故事相对简单 就是一个生活在 22世纪的历史学家 误打误撞 回到了1950年代的美国 并发现了核战危机的故事 这部虚拟人生的复杂度 则大大超过了原作 影片主角在两个世界之间 来回穿越 寻找真相 不仅是把观众看梦了 而且把主角自个儿 也给折梦了 光从影片的头尾部分来看 似乎沙拉的世界 才是现实世界 但是其实影片 完全可以置换下顺序 乔治的世界 同样可能是现实世界 所以 这个故事更像是 故意模糊了 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 究竟哪个世界为真 其实取决于沙拉 乔治的选择 也取决于观众自己的选择 当然 这里还存在着 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两个世界都是真的 我们可以将两个世界 视为同一个人 精神分裂的结果 对于这个精神分裂的人来说 两个不同的人格和世界 都是真实存在的 关键在于 他在何种时刻 选择何种人格而已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 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 畅游 虚拟世界 有点赞